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大家关注由Aka Arizona和亚利桑那中华商会联合制作的北美华人移民系列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美分享文化中心董事长 作家、编剧张希老师来我们这里做一个线上访谈 张希老师有多个身份,有作家、学者、导演、编剧等等 他的作品聚焦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 每次作品问世都能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马云利这个话剧最近在凤凰城公演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请他走进我们来探究他移民美国后的生活 在异国开启新方向,以及对文学、话剧的执着 探寻他的内心,有请张希老师 很高兴认识您,杰西卡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 我们留意到您身上有诸多的标签 作家、编剧、学者、导演等等 那你最认可你身上的哪个标签呢? 能讲述一下您的生活和事业历史? 您刚才介绍的像作家、学者、导演、编剧 这都是我干的活儿 有的时候一件一件做,有的时候同时在进行 都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最主要的活儿是这个家庭妇女 平时呢就是一个思考者吧 然后一边思考一边观察,然后一边写作 这是我的整个的一个你们说的事业经历吧 就是我比较幸运的是 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把我的兴趣爱好 和我的job混到一起 偷着幸福、偷着乐 那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了 就是说人生在世 如果做一份自己喜欢的 并且能把它发扬光大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非常羡慕你这方面 好,张希老师 您是哪一年来美国的? 我了解到您在国内就已经创作了很多的长篇小说 在文坛《意义生辉》 那么是怎样的切记和动力 让你放弃在国内的声望和社会地位 来到一个和汉语言并不相容的新天地? 我到美国定居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 主要是两边跑 我怎么来的呢? 那是因为家庭的召唤 就是一个温馨的家庭 内部的强大力量 就足以抵挡这种语言不通 所导致的所有的障碍和困难 因为有家的地方 就不在乎有什么外部的环境影响 而所有的声望和地位都是暂时的 都只是一段旅程当中的纪念 我觉得人生最有趣的就是你继续往前走 继续探索前方的未知世界 就是这样 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您说的太有哲理了 我觉得您找到了生活的一个根本 然后就是说找到一种安定感 然后继续探索未来 然后您又就是把爱的优越抛住于脑后 然后继续往前那种 有一种探索的精神 不断挑战精神 好 张希老师 据我所知 文艺类的名人来到美国呢 要找到既符合自己原来的才能 又能迅速的被大众认同的一个职业生涯 并不容易 那您觉得放下原来的成功 从头开始容易吗 您是怎么克服困难 找到新的出发点的 我不觉得我自己是名人 也更不是文艺类名人 我就是一个从未间断的 坚持业余时间来写作的人而已 虽然我移民美国后 语言障碍就像一块大石头 从山顶滚到我面前 我也曾经恍惚了一下 但是我很快做出决定 不去拿鸡蛋碰石头 要面对现实 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绕过去 不硬扛 我祝福自己呢 要跟着心走 现在是创作欲望最强烈的时候 顾不上去背谈 背那些什么单词 句子 虽然大多数的华人 都能够用流利的英文生活 但是又有几个人能成为好作家呢 无疑 我就是那个好作家之一 幸运的是呢 从12岁开始 发表第一篇散文到现在 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种需要 就像我先生嘲笑我的 说我看你做别的事都没兴趣 就是一写作你就高兴 他算是看透了我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您说的太棒了 因为 当然最了解您的是您的先生 我们也是通过这次访谈能够更多的了解 但是从您的话题中我能感受到 首先您是一个天赋 有这个写作才能的人 然后您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您并没有被一些 就是说面前的所谓的那种障碍 或者说世俗的眼光所困住 您只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长处 然后把它紧紧的抓住 并且发言光达 我觉得这个人生的 您是一个很有人生哲理的一位作家 非常棒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 因为很多人来到美国之后就会很自卑 不知道 其实它是有很多优点的 但是他不知道去发扬 他只是说我英文不好 我跟人家沟通不好 然后就会 就把自己原来的才能也埋没了 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 所以从这点上 我觉得您给很多人很多的起立 非常感谢张希老师 谢谢您 您是怎么想到是在 这么一个白人巨多的地方 注册了这么一个文化中心 然后慢慢的走出来的 您创业初期的故事是怎样的 我懂您的意思 好吧 我这样回答你 我现在仍然在康州 从地理和心理上 我都没有走出康州 我喜欢这里 我还没想 就是为什么要走出康州 我觉得康州也是全美 也是这个康州的一个缩影 我喜欢浸泡在这种 康州是世外桃源 这样的生活和创作环境里 虽然这里的华人并不多 但对我而言够用了 我很欣慰 十年前我是在康州 注册了 北美风向华人中心 然后从这里出发 在全美各地 一直在传播影响提升联动 哇 20个风向聚社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我自己之前没有意料到的 就上周六吧 风向康州聚社 我们的演制人员总共75人 在康州大学附近 也就我家附近的公园里 举办了一场欢乐夏季野餐烧烤活动 庆祝我们6月28号 话剧洗衣声 在第四届美国华人大会上演出成功 越往前走呢 我就越喜欢康州聚社 整体浓厚的人文气质 聚社的同仁们在一起 就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彼此互敬互爱互助 很默契也很欢乐 但我觉得人生本来是毫无意义的 但我们演话剧 活跃社区文化生活 就让人和人之间建立美好的联系 让生命本身丰富起来 让欢乐充满日常生活 没有欢乐 人生真的毫无意义 假如风香话剧就是我的创业 而且看上去还成功了 那么是谁在帮我呢 我的回答是 从一开始 我就总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动我 引导我 爱着我 让我有一种回报社会的能量和信心 让我幸福感爆棚 他能是谁呢 除了神 可以吗 我说的太美 太美 我都 就后悔我从康州搬出来 因为我曾经也在康州 我非常喜欢那里 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文学气候浓郁的地方 所以 但是我们在亚利桑那 也是能有幸和张希老师有多的联系 能看到您把品推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也是非常荣幸 我们希望你以后看到您 更多的作品 在我们亚利桑那 让更多的华人享受这样的快乐 享受这样文学的氛围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 啊张希老师的所有的作品 越做越好 然后能够接交更多喜欢文学 喜欢人文 喜欢思考的朋友们 谢谢张希老师 谢谢GC卡 好 张希老师 迄今为止 我知道您已经成功 推出了十部话剧 然后成功出演了107场 哪一个话剧是您最满意的 这些话剧都是您自己创作的吗 然后你是挖掘这些 不为人知道的华人故事 你是怎么去挖掘出来的呢 时尚 我创作了12部话剧 其中有两部 叫《孙悟空北美丽险记》和《我是花》 都排好了 剧场都预定了 但是疫情的缘故 就不得不搁置了 那么已经公演的 这十部话剧 这107场 我都爱 因为它是以二战为分水岭 分为战前和战后 两大部分的移民故事 二战前的移民故事 就是有《飞骨链》 《喜医生》 《丁龙的梦》 《中国玛丽》 《甘巨魔法师》 和《刘锦龙填城》 这六部剧 《二战后》的移民故事 尤其是当代的 像《爬腾》 《海外圣女》 《金色少年营》 《勤勃勃的玫瑰》 那么从内容上 就是有战争 有女性 有教育 有少年 有儿童和大自然等等 我就是靠着 对地球人类行为的好奇心 对人类历史的渊源的追问 对人性善与恶的边界的探索 就当自己是一台挖掘机 常年不屑的努力 便得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华人故事 这是我的回答 当然我就觉得 作为我们是跟您的 文学才能有必的人来讲 就觉得是 有点天书奇谈 天方夜谈那种感觉 当然我相信 作为您是有一种天赋才能 再加上自身不断努力的人来讲 这些人都是一步步跟云得来的 那我相信您刚刚提到 您是一位家庭的召唤过来 您的先生肯定也是对您的支持很多吧 所以才会让你有不断的 有创作的欲望 创作的空间 创作的时间 来把自己不断的推向成功 是不是 它在这中间的确是 起到了很大的定心丸的作用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英语呢 口语挺烂 主要是听力很烂 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准备上进了 我不准备再继续学英语了 他说做你自己喜欢做的 做你能做的 我觉得可以啊 我说这句话要不要写下来贴到墙上 是以免你反悔啊 他说你就做吧 还不用你高兴就好 所以我说你要幸运的 你真的很幸运 有 有男如此夫妇和穷 他都是给你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婚姻给人带来的 应该就是这种稳定感和支持感 这是非常重要 让您 这也是彼此欣赏 或者是说彼此尊重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的爱好我也尊重 然后我的爱好呢 这个他也尊重 然后彼此就是理解和助力嘛 我家庭妇女我也做了不少活嘛 对也做了很多好吃的嘛 哈哈哈哈 那你是内外间就上的厅堂 用的厨房那一位 就说然后文学沙龙的 一位性外惠中文人 对 对 好 那我下一个话题是 我就是有点好奇 就是说这些话剧的观众呢 都是美国华人呢 还是西方人 那是怎么样去吸引西方观众的呢 我们的这个话剧 这个观众群当然还是以华人为主嘛 因为你吸引的是华人的故事 但是呢西方观众没有缺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部剧都会做英文字幕 都做了翻译 然后有些剧甚至是用英文演的 比如说我最古列 2018年在外白老汇就用英文 就是美国演员 然后演了四场 就是在购票的上座率呢 它都超过了80% 每场结束观众都是起立长久的故障 这比如那个风香波士顿剧社 他们在2016年2017年在MIT 就演了英文版的海外圣女 还比如像风香西雅图剧社 他们就公演了英文版的帕腾和海外圣女 但凡能够听懂我们风香话剧的这些白人观众吧 或者是就是西方观众 他们都挺激动的 你像我们海外圣女 英文版演出结束后 原本有两位白人夫妇都坐在那里 准备就是坐车准备走了 但是看到一名演员出了剧场 他们就特别激动的又下车来 跑过来拥抱他们 这就是反响 就是说被剧情被这个艺术魅力所感染 然后我觉得艺术也是相通的 虽然有一些语言 但是一旦让他们能够理解一些 就是说所有的那种艺术的美 那种生活的哲理 所有的关于故事的一些丰富 就能感染西方观众 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事情 好 张希老师 在排演的过程中 您是如何挖掘有演艺经验 和有才能的华人来参演 是怎么吸引这么一群 到目前为止吧 我们北美风箱在全美有 20个剧社 比较活跃的大概有10个左右 总共有1600多华人精英 或者是这种爱好画剧的这些华裔 参加了加盟了这个风向画剧 为海内外有6万多观众 已经演了107场 在56个城市 想一想 这是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做到现在 其实所有的舞台 都有招风影蝶的功能 何况画剧呢 何况那么多有画剧梦想 却无处释放的华人呢 我从来不担心找不到演员 从一开始 我对演员的选择就有要求 第一 得人好 第二 最好是素人 第三 喜欢画剧 因为对风向而言呢 人好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又不是专业的 你找那么 是吧 这个演员的 就是那么有经验 那么专业干嘛 我又养不起 画剧呢 它是件美好的事 我就不想被一些复杂的人和事 一遍遍的来考验我的耐心 我还挺开心的 这10年来 从风向的舞台上 成长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 成年演员 或者是少儿演员 而他们大都 都成了当地 华人社区文化活动当中的骨干 什么主持人呢 什么大腕啊 一个个都挺了不得的 那也是因为这个舞台 来平养他们的自信心 让他们把内潜在的一个才能发挥了出来 所以让他们更加大胆的走入新的社区 新的内心领域来发挥自己 你也是起了非常功不可破的一个功劳 没有也就是搭个平台而已 平台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 就像我们这个阿卡尔Rizona 我们也是想搭个平台 让所有的人勇敢的走到台前 而不是躲在幕后 慢慢的走 慢慢的消耗自己 等待青春的流失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谢张希老师 给我们所有的华人一个新的平台 我也希望我自己 某一天能有勇气走入你们的风箱剧场 欢迎 光荣的群众演员 欢迎 好 谢谢 老师 您在国内做过话剧吗 那和美国的创作 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会选择话剧这个呈现方式 而不是电视 电影等等 国内的时候 我先后做过记者 老师 社会学学者 没做过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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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北美风向文化中心 是非营利机构 那么这十年 我一直是在做话剧 从编剧 导演 组织剧社 招募演员 找剧场 经营观众群 媒体宣传 一直到演出成功 那么这些成本我都可控 但这种不行 那是商业操作 资金需求量大 人际关系复杂 我不愿意把精力都耗进去 虽然可能因此错失了 做电影的机缘 让我从来不去 购天上的月亮 也不吃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就是从来做点接地气的事儿吧 其实已经也不算接接地气 就是这是一个阳春白雪的一个呈现方式 但是也是自己能够慢慢掌握 慢慢去享受的一个 主要从成本上可以做的 我开玩笑跟他们说 哎呀我做一场话剧 又一场下来 在国内呢他们都问我说 你花了多少钱 因为比如说 丁龙的故事他们国内要做 就说没有几百万 他们是不敢接手的 问我花了多少 我说天呐 我就在社会主义国家没做成的事儿 我到资本主义国家来做成了 我说我在这里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我们就是做成了 还做成功了 说明也是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给大家追求的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那不太一样了 性质不太一样了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是从第一步走出来 我可以想见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您做成了 对 因为您必须要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重新去找人 找资源 找创作的题材 对吧 一步步来 那我觉得你可以写一本书了 关于您怎么成长 怎么成功的一个过程 算了 后累的 我就不写了 不写了 那以后 正式退休了再写回忆录吧 我应该不会退休 对 我这个战斗不止的那种 生命不止战斗不写 留别后人去写吧 我就算了 好 移民刚来的时候呢 有没有定什么目标 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那么十年后呢 你会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和状态 您能畅想一下吗 我接受我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所经历的失败或者成功 因为每一个经历都不是浪费 都是神赠予我的宝贵礼物 让我明白自己是谁 能做什么 什么不能做 让我知道底线在哪里 那么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没有刻意制定什么目标 因为从12岁起我就有了自己的目标 当时是这样设定的 到我80岁时 只要还有写作的能力 我永远都不会失业 永远有事干 要靠我自己的努力生存 用文字或镜头去记录生命历程 它已经变成我的生命方式 我一直都朝这个方向走 所以你看 我的人生目标它从来就没变过 那么《风箱团队》呢 计划年底或者明年初吧 我们就开始要拍摄10集的纪录片电影 《隐藏的历史》 冒号 《美国内战中的华裔士兵》 这都是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被我给挖出来的 目前我已经完成了大量的 按头研究工作 之后 开始制作100集电视剧唐门 这就是我未来10年的工作 也是我人生下半场最有趣 最值得去做的一个文化大工程 至于畅想的事情 就留给观众吧 我只是做 一做再做坚持做 您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您 最值得分享的人生经验有哪些 如果遇到当年20岁的自己 您会对它说什么 20岁的时候是一张白纸 但对世界充满好奇 嗯 当时的梦想就是 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和一名占地记者 嗯 30岁的时候呢 我这俩梦想都实现了 但我依然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渴望有趣的生命过程 到40岁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新闻 社会学和电影的这个学科认识 然后对人生呢 也开始有一知半解 就恍然觉得我已经到了最好的年华 50岁前后呢 那10年我后继播发 一口气写出了三个长篇 十部话剧 然后到这个时候就觉得 对人生呢略有感悟了 现在我已经是快奔溜了 嗯 无端的呢 滋生出的是幸福感 就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都在这一刻汇聚了 特别想跟更多的人分享 所谓就是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对 如果遇到20岁的自己 我会对他说 嘿 年轻人 你现在两手空空 但我知道你有梦想 那就一步一个脚印去寻梦吧 做多少说多少 说多少就做多少 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但你走在寻梦的旅程 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回答完毕 哇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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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真是受益飞浅 好 张希老师 太感谢您今天给我们所有的启迪了 我们今天的访谈呢 也告一段落 今天我们真是太高兴 能够邀请到您做这个线上访谈 让我们可以通过您所有外在的这些标签 看到您真实的内心 让我们了解到您是一个有理想 有哲理 有深度思维 有文学天赋 秀外惠中 永远积极 永远奋斗的 这么一个多维的女性 其实您的经历呢 也是让所有人受益匪浅 包括我自己 让华裔女性呢 有这么一个楷模 是无论有多少困难和阻碍在前面 不要退缩 要永远积极的面对 去探索 结合自己的优点 找出未来开拓的点 而不是畏惧不前 永远的 失去自信心 所以让自己的人生 你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方向 只要你找准你的优点 找出新的方向 永远的积极往前 您的人生会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今天也是感谢 亚利桑那的中华商会 牵线搭桥 让我们有机会和张希老师做了这项 详谈 我们再次感谢 AACA ARIZONA 欢迎大家及时关注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回见 非常感谢 天涯一月能看到我做的 纪录片的一部分 历史就是美国内战中的 华人士兵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内战的时候 竟然有一部分 华人士兵也参加了 而且为美国这个社会 做了很多的贡献 他们的历程 到底是怎样的 发生了什么故事 我会讲给大家听